两种时间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点50分播出 而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包括IG、TikTok、Facebook和YouTube呢 都会同步的播放视频 你好,我是靳荣 一分钟时间来看一看或听一听 到底老板喜欢什么类型的员工哦 那其实老板喜欢的就是能够在职场当中或工作当中 补救失误的员工 那工作上的事情呢,做错了不可怕 可怕的就是呢,你还没错再错 那其实呢,很多人工作时犯错了 都会及时的向上司或老板报告 这个很重要哦 其实有一些员工他会收着收着 然后等到事情闹大了 又或者是没办法补救了 才来告诉老板或上司的话呢 其实这些是大大的扣分 那这也证明了你的应变能力不强 所以任何事情的话呢 最好就尽量的跟你的上司或老板告诉他 那同时间告诉他之余的话呢 你要跟他说你会用什么方法来补救 让他给你一些意见 那这样子的话呢 老板就会说,哇,你是一个很有补救能力的人 所以记得哦 当有一天被发现的时候 你觉得公司会不会需要你这一个员工呢 所以取决于 到底你能不能够及时马上的补救这些问题了 记得咯,问题出错不可怕 最怕的就是你一错再错 好了,今天的两种时间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了 那到底下星期又分享哪些课题呢 继续留守两种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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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